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交易人生 我是高维旭 大盘一样 现在涨29点到30点 行情路况 跟投资朋友报告 往上 但是前提是复杂的 有些股票你应该进 你有些股票你应该退 你要减码你还是要减码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行情路况 都有证据 我直接上操作 我会员会很清楚 我说的跟我做的 也没有一致性 也没有一致性 我都会提出证据 我都会提出证据 你是我的会员 我讲的东西 你一定会觉得很实在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要怎么想 那是你的想法 在股票操作 看不到行情路况方向 不要去谈个股操作了 看得懂要中压就中压 该减码就减码 要退场就退场 就是如此 讲很简单 做你做得到 你就是股市大赢家 四个卖点 两个买点 我如果跟会员报告 也跟您报告 但是你要怎么操作 你不是我的会员 我也管不着 7月25号 刘易强中直辩 第一个卖点 8月30号将拉回 第二个卖点 9月26号短线间高点 第三个卖点 10月19号反弹将结束 第四个卖点 不管在10点半的盘中直播节目 或者是盘后10分钟节目 我都有忠实完整表达 我对行情的看法 对错有市场上就是做决定 对错也不是我说的算 你能避开就避开吧 我从来没有说 我是赚400点赚500点 赚1200点赚480点 因为我是做多的 我说我能避开 少输就是赢 11月26号两个机会点 我先说台北的股市有机会指纹 隔一天礼拜一 我说走平后将上扬 在这里 也没有事先跟你报告 第一个买点 第二个买点在这里 旁中我跟我会员报告 航行路况将要往上走 11月19号 11月19号要往上走 还要往下跌 先跌再上 旁后我也跟会员这样说 说明 航行路况要往上 我是不是跟你投资朋友 这样报告过了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当然不知道该做什么动作 只有我的会员才知道 我们要做什么动作才比较合理 我说航行路况是复杂的 即便要往上前面是复杂的 我们要先把档 我们要做什么 减码 减码是什么意思 我会员普通会员股票就只有三档股票而已 你做的会员你手中一定很清楚 你现在手中股票只剩一档而已 9月27号 镜像店买进 我说看好要买到满 11月11号 试驾加码 11月14号 新会员买进 旧会员不用再买进了 买完之后 涨停 我说不做短线加差交易 我说要买到满 11月30号 我在进场加码 在这里 11月30号 进场加码 在这里 买完之后12月6号股价创新高 我们全部获利出场 没有出一半的 这些投报率我的普通会员一定看得到吃得到 是实实在在的交易 卖完之后下跌12.5 说12.5 我卖多少 14.2附近 市价出清 当时卖完之后呢 我跟会员报告 也跟您报告 行情路况 是 行情路况 复杂 网上复杂 所以要做什么动作 减码 减码会遇到什么状况 获利出场或是停存出场吧 12月10号 我到普通会员再减码一档股票 赔5% 出清 在哪里 在这里 12月10号 在这里 加均指数 他今天上去了 我有跟你说我有过他吗 没有 我现在手中普通会员 就剩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还是在获利的阶段 你看电视 10点半的节目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要怎么做交易 我无法控制你 我无法控制你 但是我可以跟我的会员 很诚实的 很忠实的跟他说明 我的会员 普通会员 特别会员 所有的动作都是一致的 该动作我们就做动作 景象店卖完之后 其实坦白说运气很好 我卖12.2最高14.55 卖完之后直接就回来了 可是天下还有涨停板 我也跟你们报告 我不会涨停板 我又说我有 我出清就是出清 我前一天出清就出清了 12月6号出清就出清了 14.2附近卖掉会成交 现在是12.4了 你是我的会员 我是要对你负责任的 你不是我的会员 一直看电视节目的 你的操作 我只能提醒你路况行情方向而已 我只能提醒路况行情方向而已 盘式每天都在变化 盘式每天都在变化 看得懂行情路况 再谈操作 该进则进该退则退 因为有跟你交易才无所畏惧 每天都充满可能性 重点是 如果你只是看我的电视节目 知道行情路况方向 你的操作 我是无法控制的 除非除非你要进来 相较的会员 你才会真正 你才会真正了解到 我是多么用心带会员 我每一笔动作 就实实在在的动作 会员三档股票 就是三档股票 解码两档股票 就是解码两档股票 相不相信 要不要质疑 我管不着你 认同的 加入QR Code 想要直接跟我线上联络的 公司电话也都在上面 我只能跟你报告一件事情 行情一直在变化 如果你想要成为赢家 你就必须跟上 我的脚步 多数人必须输 我很诚实的 我很诚信的 带我的会员做每一笔交易 你是我的会员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有没有对你说谎 我是高维区 祝大家操作顺利 婚礼满满 我们明天见 公司公司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明天见